我覺得這個朱立倫主席講得很好啦 就是說要清清白白的選舉 我相信民進黨這一次在國會龍頭的選舉 絕對清清白白 我們不用呼籲 我們就清清白白團進團出 沒有任何意外 我們也不會有人突然在外面先講 宮廷派啦實力派啦 還說一定要假投票啊 黨內不能沒有民主啊 然後進去裡面就拉起來說 我們都是政治是一時的 兄弟是永遠的 我們不會演這個戲嘛 我們團進團出 我們永遠清清白白 所以國民黨不用喊話給我們聽 你們喊的話要自己人一定要聽下去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傅昆琦副委員 這麼有實力的一個人 轉變會這麼大 進去開會前話還講得這麼硬 開完會之後 也沒有開完會中間就突然轉變 而且這個轉變 似乎除了他自己跟某一個人 其他人都不知道 包含明簽 包含這個韓國瑜 包含江啟臣 都不知道 沒人讓人知道 沒有任何人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是真的太意外了 所以我相信今天早上收到那個新聞快訊的時候 每個人都眼睛都睜大 就說怎麼可能 但眼睛睜最大的應該會是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本來覺得 我有戲可以這樣 終於有人回應我 就他現在沒戲可以這樣 可是我覺得後來有一個新聞 我覺得可以仔細看一下 他說在會中朱立倫說 這一屆呢 國民黨的新科立委比較多 可以徵詢熟悉意識規則的傅昆琦 來對互補民進黨的萬年 總召苛見 而這什麼意思 選外之音 這什麼意思 是不是小副委員要的東西拿到 到手了 他其實就是在等朱立倫這一句話 我聽到你講了 我在會中聽到你講了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拉起兩個人的手 是不是這樣嗎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就是李傅昆琦講的那麼那麼那麼 那麼光勉堂皇 前一天還有五個什麼國會改革 這都是假的嘛 你在裡面有沒有要求韓國瑜要五個 這個國會改革要來簽署 也沒有啊 宮廷派玩的 你也繼續跟著玩啊 你明明是實力者 你是宮廷內的實力者 玩宮廷遊戲你就最厲害啊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國民黨到底是這個 呃是真的傅昆琦退了 還是傅昆琦要到他所要的 不過這一出戲會不會繼續玩下去 我覺得就如于將軍所說的 到底他能不能要到他最最重要的東西 因為總召還沒確定 國民黨的總召還沒有確定 是不是能夠如小副委員所期待的 他如果沒有拿到這個總召位置 會不會再有改變 我覺得還有戲可以唱 能不能清清白白 我覺得國民黨沒有人說得準 不過我覺得有一個事情 我還是要先補充一下 今天韓國瑜在傅昆琦委員來支持他之後 他就開始講他說這個國會啊 接下來要回到所謂的中華民國憲法 九二共識底下 這對對臺灣來講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大家都知道臺灣現在的國會 有一個重要的責任 就是國會外交 全世界都來到臺灣 不只要跟臺灣交朋友 認識臺灣的政治人物 國會也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的國會議長是過去曾經經過中聯辦 跟中國非常密切的一個人 他是不是能夠執行好國會外交 取得國際友人的信任 這個其實也讓大家非常非常的擔心 而且因為今天韓國瑜一開始就講 他的穿雲件就飛出去了 就說九二共識 就是在中華民國憲法底下 這就回去靠在這個習近平的框架裡面了 那這其實對臺灣 習近平不支持中華民國 對 可是你九二共識 在習近平的定義裡面 就是一國兩制 中華民國要放在前面 你不能扭曲他的講話 可是我告訴你 你也不能去否認習近平講過這件話 你對臺灣內部的人 你可以騙臺灣人民公 你不要理習近平 你只要聽我國民黨的就好了 你可以去跟外國人這樣講嗎 你可以去跟美國人講說 你不要聽習近平的 你只要聽我國民黨 你只要聽我韓國瑜的 不可能嘛 人家一定在看 第一個問你 請問九二共識 習近平曾經有這樣的框架 你怎麼解釋 這件事情就是等一下 大家講到說二月一號的時候 包括在韓國瑜 在面對到白銀跟綠銀之間的合作 能不能出現 因為這也是大家會討論的一個重點 但是來 直接請教一下 對 柯主席本來講說 目前看起來只有傅崑奇 回應了國會改革訴求 他也簽了國會改革承諾書 也說是要回應基層小草 我不想你們看到這一段 會不會想到說藍白河 還好當初沒有河 要不然那個車轉彎幅度太大 人是會被摔飛出去的 我們從一開始就已經定調了 就是我們從選後的隔天 我記得隔兩天的時候就開記者會 我們主要的目標跟內容 都還是放在國會改革的議題上頭 那我覺得大家討論了這麼多 其實不要去忘記一個很重要的根本事實 就是現在的立法院裡面是三黨不過半 在這個三黨不過半的過程當中 就是代表有很多東西是要溝通協調的 不只是立法院長 包含未來的行政院長的任命 你都必須要經過多數的同意 多數的民意認可 他的政務才能夠有效的推展 因為現在沒有一個黨 一個黨可以單獨過半 所以未來可能會發生一個什麼事情 就是說如果說行政院長的任命 你沒有經過多數的同意的話 未來他有可能被倒閣的 因為立法院 他其實是可以提很多的議案 你們願意付出 我們在節目裡面講過 對那個倒閣權 我知道 那你們要付出這麼大的代價嗎 我現在的意思是 所有的人全部都重選 不 我現在的意思是說 大家一下子跳得很大的時候 大家彷彿都忽略了三黨不過半的 這個現實 那我現在拉回來 我覺得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因為我們一開始率先拋出來的 是國會改革的多項的議題 包含之前蔡總統 曾經提出來的聽證權 人事權 或者是說降低投票年齡等等的 這些都是他過去曾經提出來的 新政的內容 可是在過去的很長的時間 立法院並沒有推行 所以其實我們一開始拋出的議題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做國會改革 如果你接下來要爭取 立法院院長的話 請你來呼應我們的國會改革的需求 這個議題已經翻頁了 因為藍綠兩大陣營 根本都不理這個 我們不要講以前小英 他們提過 說光從這次一月十三號投票完到現在 藍綠兩大陣營擺命的都不理你們這個訴求 然後柯總統講的話最直接 除非你們起義來歸 那要不然很多的這些 你們以後 如果照黃國昌將運作下去的話 你們以後幾乎是令不出門 你們就在自己家民眾黨 他們都已經講到這個樣了 所以這個我就是要講的嘛 這樣子的狀況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人家說多數 少數服從多數 多數要尊重少數 儘管我們民眾黨只有八席 只有八席的少數 但是你不能否認他是關鍵的 當然 所以未來如果說 大家沒有在一個聯合政府的原則之下 去做溝通跟協調的話 你最後還是會變成 現在大家壁壘分明的狀況 那現在的民進黨是少數政府 他不但是在這個總統票 他只拿到四成 他連立法院他都沒有辦法募辦 他必須要爭取一些部分的 這個立法委員的支持 也就是說民眾黨的關鍵 少數的地位是存在的 那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不管是國民黨或民進黨 我們現在都很明確的看得出來 他們還是以這個一黨獨大的心態 在談論這件事情 不管是韓國瑜 他們提出來說 我們現在這個找了江啟成 本來還沒有復關期的時候 對 本來講說沒關係 我這個江啟成隨時都可以退 這是一個說法 那柯建民柯總召就更不客氣了 他一開始就講說什麼 國會改革民眾黨說到國會改革 是沒有念過書 然後接下來又說 你這個什麼都是黃國昌 黃國昌以為一個人可以做主嗎 一下一副天下都要看他 言得太過了 但是他們完全沒有正視到說 其實就算你不爭取我們的支持 你還是需要我們的支持 那喊這麼大聲要幹嘛 所以我現在的意思說 既然還有時間 我們還是願意 就國會改革的角度 繼續來跟大家溝通協調 如果說他們能夠拒絕提出國會改革的主張的話 民眾黨的是巴西 未來要支持誰 到目前我們還沒有 請問一下如果到二十八號 因為柯主席開出來是到二十八號 如果到二十八號 我幾乎可以預估得到藍綠兩大陣營 大概就跟現在的態度會差不多了 明顯你們應該就是這個態度 對不對 你們應該也是這個態度 好他們都是這種態度 那當然怎麼辦 那最後就是投票了嗎 那你們要怎麼投 你們會因為一般會覺得你們就投自己自己自推人選 團進團出 團進團出 一定是團進團出 有考慮自推人選 這個就是等到我們最後黨團的人來說 對啊 那這還當時 但是我必須要必須要說的是 三黨不過半的現實 大家有正視到 如果沒有 然後還是要一直就是說 我很大我化銜 這種態度就不是目前的現實 OK 蘇培先回應一下好不好 你們是雙少數政府 有沒有剛剛姐姐講到 倒閣都可能出現了 你們要不要正視一下 呃在民主政治裡面 三黨不過半大家互相尊重 然後但如果像民眾黨這個一開始 就是把這個所有的條件提出來 就好像說哎 你們來求我來求我來求我 我想所有的政治 不會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多數這個要尊重少數 少數也要服從多數 所以這個所謂的悲傷五階段 不會在這個國會裡面 讓你有機會可以重演 所以我們當然尊重民眾黨 但你們國會改革不會 我們全部要接受 但也不會就是說 我們完全不理你們 你們蔡英文提出來的 你們也不接受 我們沒有說不接受 剛剛提出來那些都是蔡英文 總統曾經提出來的 但我們不接受給 讓民眾黨要挾我們 這就是一個條件 這就是你們提出來的改革主張 怎麼變要挾了呢 我想 柯總釗講得非常清楚 非常明白 希望如果民眾黨有意知識 認同民進黨的作為 起義來歸 我們歡迎 我們非常歡迎 哦 OK